这个时候戴笠在重庆 他是不可一世的时候 戴笠就爱看蝴蝶的电影 而且对蝴蝶仰慕已久 听说戴笠有办法找回珠宝 蝴蝶便硬着头皮与其交往 戴笠慕名蝴蝶已久 微博美人开心 戴笠明知寻回箱子很渺茫 还是一口答应了蝴蝶的请求 所以当时找这个货物 戴笠等不及追回其他物品 就迫不及待地将钻石戒指 亲自送到了蝴蝶眼前 蝴蝶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东西 看到势而复得的心爱之物 蝴蝶非常高兴 他兴奋地拉着戴笠的手 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 把戴笠乐得心话怒放 可是中国这么大 当时又四处战乱 在寻找剩下的东西 就好比大海漏针 于是戴笠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那年 蝴蝶与丈夫潘友生的感情 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蝴蝶把珠宝都丢了时 潘友生还安慰他说 没关系的 他会想办法养好这个家 还把自己生意上的规划 讲给蝴蝶听 这让蝴蝶很觉得安慰 蝴蝶的丈夫潘友生是个老实单纯的人 他根本不会想到 这个戴局长对自己的夫人是居心不良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戴笠又使出一招 派人打发走潘友生 让他去昆明做生意 还给潘友生发了商人梦寐以求待 专员委任状和颠免公路通行证 此时的潘友生终于明白了戴笠的企图 但是 面对戴笠这样强势的人物 他知道 反抗就等于是以暖击石 为了不让蝴蝶担心难过 他没有将事情向妻子挑明 于是 忍痛告别了蝴蝶 潘友生一走 戴笠再也按捺不住 强行占有了蝴蝶 面对戴笠强大的势力 蝴蝶无力反抗 虽痛苦难耐 也只好为心顺从 自此 蝴蝶开始了在重庆 被幽静三年的日子 据说这个名为神仙洞的公馆 就是当年戴笠 为蝴蝶所修建的豪宅 里面全是奇华异草 加山喷泉 屋内的装饰摆设 非常奢侈 非常舒适 甚至为了方便蝴蝶坐车 直达别墅门口 他还将附近的居民一律牵走 专门修了一条直通门口的车道 结果呢 他利用自己的权利 来跟蝴蝶 来纠缠着蝴蝶 那么据 省醉的怀疑 就是 当时 这个戴笠对蝴蝶是一见倾心 所以他那个房间里的苍脸 这蝴蝶做不好 他马上就 所有房间苍蝶马上就换了 蝴蝶最喜欢的花 他都在房间里面就放了他的花 千方百计要想去的蝴蝶的欢喜 潘友生做生意回来 被戴笠再次拘押 让他支去离开蝴蝶 潘友生无力反抗戴笠的压迫 只好韩内离开重庆 他和戴笠的关系 其实是很难说清楚 因为这里面 就是戴笠作为那么一个国民党 那么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人 他和蝴蝶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很微妙的关系 这里面有蝴蝶个人的 对于 就是他有情感的因素 也有权力的因素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潘友生迫于权势 同意与蝴蝶解除婚姻关系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 戴笠因飞机失事 摔死于南京近郊 与蝴蝶结婚 即刻成为泡影 此后 蝴蝶便与潘友生一起 神不知鬼不觉地 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1952年 正值壮年的潘友生 被查出来得了肝癌 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在最后的时刻 蝴蝶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 潘友生就撇下蝴蝶 撒手人寰了 此时的蝴蝶才44岁 潘友生去世后 蝴蝶再也没有过婚姻和爱情 1959年 他因邵氏公司之请重回荧幕 在香港台湾先后拍摄了街童 两代女性 后门等片 其中以后门一篇最为出色 它是一部伦理教育片 由导演李汉祥指导 蝴蝶在片中扮演女主角徐太太 1960年 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 后门获得最佳影片金河奖 蝴蝶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同年该片再获日本文部大神班赠的 最佳电影奖 52岁的蝴蝶 月灯亚洲影后的宝座 1966年 蝴蝶正式退出影坛 1975年 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在异国他乡 当蝴蝶走在路上 还可以听到老华侨叫他红姑 或者电影皇后 1986年 78岁的蝴蝶获得了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1989年4月23日 蝴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 在温哥华病逝 临终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蝴蝶要飞走了 2203年